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就必须按照习主席的要求 大力坚持军事法治建设 坚持依法治军的战略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体系 有效地履行新时代 人民军队的新使命 新任务 我们一定要精觉贯彻 习主席依法自训的指示 全民贯彻 新型私下 军事战略方针 搭抓实战化村子训令 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 扎实做好 执勤 维稳 处途返口 各项工作 真可把握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的特点规律 加快制军方式的三个根本性转变 以更大的能力和更可靠的手段 来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一定要把今天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领悟生透 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 为尽快建成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将紧紧盯着战略战术运输 空头工匠作战 体系融合运用等核心能力建设 增打十倍 持续创新 生化融合 不断增强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能力和体系 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的要求 砸实工作 积极进取 为构建新时代 国防动力新格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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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